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花卉植物生物能量疗法是英国戴安娜教授所研究创立的一门独特医学理念及哲学 它主要是以植物和花卉能量的强大育病能力作为其疗效 因为自古以来植物离不开人的 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需要植物跟我们一起生存 比如讲我们的食物就是植物 我们的药物就是植物 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更好的更好的保护这些运用 这些植物里面那些我们看不到的那一个部分 来帮助我们的身体 能量也是生命构成的元素 当面对毒素和污染侵袭 人体的氢化系统首当其冲 能量受阻 免疫力下降 大约35年前 戴安娜教授的儿子患上了脸西医都束手无策的怪病 不放弃的他于是便着手研究各式各样的疗法 包括古印度疗法 中医疗法 自然疗法等 最后才创严出花卉植物生物能量疗法 中医小孩怎么可能帮你吃那苦苦的药不肯吃 针灸不行你帮小孩砸针小孩很痛苦 营养学你怎么可能给叫孩子吃营养 小小的身体你怎么能够吃这么多的营养 结果最后他觉得用能量的方式是最好的 就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慢慢去根据他老师所教他的 研究不同的花卉 不同的能量 在阳光明媚的早晨 他以一颗感恩的心将花朵摘下 放进水晶杯里 然后置放在太阳底下晒一到两个小时 那就成了一杯有能量的花卉水 治疗师江佩文说 这个理念跟人们普遍采用七色花来冲花粮的原理是一样的 可惜一直被人们误以为是一种风俗习惯 无法知晓花卉水里蕴含着珍贵的能量 水是一个很奇妙的物质来的 它可以随着不同的东西变化 你把它打进长方形的杯它就变成长方形 你把它打进圆圆的碗 它就变成一个圆圆的东西 对吗 那其实水它可以储存能量的 水可以储存能量 水是能够储存记忆的 既然水可以储存自己的记忆 那我们把花放进水里面 那个花的气息 那个花的能量 那个花的生命力 的那个记忆就会跑去水里面 所以那个水把那个花的那个记忆 或者把花的气息储存起来 就有了那个花的记忆力 然后我们放在太阳底下呢 所以对我们需要阳光 而阳光照射在那个花里面呢 它会更加的启动它的生命力 花卉植物生物能量疗法 融合了中国四书五经之易经的知识 中医知阴阳学说 针灸学位与经络 古印度的能量脉轮 色彩学 以及各古老文化的 花卉沐浴等的智慧精髓 通过戴安娜教授多年 努力不懈的学习 研究和思考 终于转研出一套 能够调理身心灵的 全方位医疗系统 这套医疗系统 也把儿子的病给彻底治好了 那它一开始研究的时候呢 它就先研究花的那个调和剂 就是一瓶瓶的水来的 那这个呢 后来它发现了 这个不够强 因为我们整个地球在进化 我们的人体也在进化 病毒也在进化 单一的花 它作用不大 然后它再去研究 就把不同的花 配合起来 就不同的花精配合起来 但它有研究过 它有研究过 什么花加什么花 它的那个频率 就是公正于我们 比如说我们静弱系统的 新的那个静弱 干的静弱 是不同的话会加起来的时候 综合起来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频率 而这些频率是很specific的 以我们身体不同的系统 还有以我们身体不同的经络 工整的 那也就是说 当我们服用这些配方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平衡哪一条经络 身体的某一个经络的 花卉植物生物能量配方 通过多次激荡的过程 将其分子缩小之后 迅速地加入这一粒粒的双糖里 借用固体来锁住液体的能量 不同颜色的花卉 具有不同的能量频率 对应不同的身体部位 这些花卉植物生物能量配方 在进入人体后 被血液迅速地吸收 再通过经络和神经系统相连贯 并产生互动 形成一股具备调控力量的能量流 清除和调和负面的能量 一旦情绪稳定下来 人体各意识层面的失衡 就会恢复正常 我们黄色就有四频了 像黄色四频来讲 每一频的 每一频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频率 那不一样的频率 税收都是黄色 税收都是帮助到这个部分 可是它就帮助到不同的部分 它帮助到身体不同层次的黄色的能量 戴安娜教授所开创的完整治疗系统 除了有花卉植物生物能量配方 还包括心锁定律 脊椎平衡疗法 颅骨脊椎平衡疗法 淋巴引流刺激疗法和经络色彩引导 其中心锁定律用来分析与检测 身体和心灵失衡的原因 心锁里面是要找出我们的心脏里面的四个右门 哪一个右门的能量被锁住了 而在这个被锁呢 我们还可以找得出就是说 被什么锁住 什么样的情绪锁住 即时开始被锁住 所以每一个心锁就是说 每一个右门可能被过去的情绪锁影响 而使到它的能量可能有点阻塞 可能有点阻塞或者可能比较弱了 江佩文说 不好的记忆和负面的情绪累积久了 就会阻碍身体能量的运行 产生各种症状 而要解开心锁 就需要运用化卉植物生物能量配方 我们的钥匙呢 就是这些配方 这些配方 不同的配方可以帮助到不同的情绪层次 所以当服用这些配方 那个心就会给它 能量就会流通 他补充 只要把心锁打开 让能量重新流动 身体的自愈能力自然会恢复 明天 他将会和我们分享 个别花卉植物生物能量配方的功效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